蘇澳鎮跟日本石原市締結姐妹室友28年了 入秋之後的11月是石原市年度島慶 相當有特色而且熱鬧非凡 蘇澳鎮公所也受邀 蘇澳鎮長李明澤也率團參加石原市的島記活動 並且也將最新一批的蘇澳好物帶去 而增加品牌的難見度 而且也將會進行兩地市政交流 那帶領公所的相關的這個業務 還有我們的蘇澳的相關的這個廠商 那我們要到我們的姐妹室石原市 來參加他們每年非常重要的慶典島記 那同時我們這一次也是要再繼續 我們在跟日本石原市之間的貨物交流 因為他們在今年2月 已經把貨物來到我們這邊試賣 那成效非常好 所以這一趟到石原市 我們同樣除了參加島記之外 那我們也會把我們蘇澳當地 非常好的這樣農特產品 帶到我們的石原市 在賣場 在這個島記的這個活動的現場上面 來做這樣的試賣 販售 我想我們除了每年都會在交易交流 跟這樣正式的這樣拜護訪的活動之外 我們今年更深化這個貨貨交流 所以這一次我想有非常特別的有意義啦 除了參加島記 然後再把我們蘇澳的相關的產品帶到石原市 讓石原市這邊的居民 能夠來買到我們蘇澳非常好的農特產品 參訪團預計在石原市停留七天 後續的三天也將會前往千葉縣的 管山市來進行參訪 陸續拓展海外貨貌交流的機會 管山市跟蘇澳鎮的這個地理條件 非常的相似 都是山跟海 而且那裡也有非常好的這樣的海鮮 我想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雙方更進一步的互訪 了解我們希望能夠再拓展新的姐妹市 可以增進台灣我們蘇澳 跟日本這些相關這樣的城市 來進行更多的交流 今年二月份石原市長中山藝龍 親自率領商貿團來到蘇澳 共同推銷石原市六十項的熱門的商品 更在七月份時也來參加蘇澳冷泉節 多年來與石原市有著深厚的姐妹式情誼 跨國合作也讓貨貌交流更有實際的行動力 宜蘭新聞記者南下路產房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